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 大家好 我告诉子女财产都捐出去了 往后没什么可以给子女们继承 台中红恩医疗体系总院长吴子军医师 长期关怀思觉失调症患者 16年前以房地产贷款 捐资成立财团法人鸿恩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 在彰化县方院乡买地新建慢性精神障碍 病人住宿型疗养机构 免费提供食宿留住医护照顾人员 虽然家产几乎散尽 但她因立行玄弧即逝的理想 日子过得踏实和快乐 记者邹志中报道 因为社会安全法的破洞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缺口 所以大家对于精神的区块会害怕 而且精神区块它不是很单纯 它有的是合并 它有滞胀 所谓多重障碍 在我们卫物部里面来讲是最难照顾的 这是我们在照顾的 目前全国大概是11家 大家都很难照顾 就一直退掉做一些比较轻松的 譬如日间照顾轻松的来做 我们几乎在做重的 做住宿型的 这个在路前来讲是收益非常低 做一床赔一床的一个行业 所以一直在很多这个在退掉 在这边邀请大家就是上我们的粉丝页 然后可以的话加入我们的志工 那我们的爱心爆米花的团购 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 然后大家一起来团购 祝爱心一起照顾身心障碍的朋友 谢谢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各界的好朋友 过年快到了 我们需要送礼嘛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04-2261-0111 2261-0111 我们欢迎我们呼吁我们各界的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宏恩基金会 拜托大家 拜托 谢谢 拜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